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这绝对允许你做出比户外更多的花样 在户外 你无法用助力带做引体 而健身房系系则有这个条件 所以面对200次总次数的引体向上 你很可能需要预备助力带 避免握力成为限制因素 先用自重来做 不用助力气 到了后期力量下降 明显再考虑使用助力气 先做最难的引体姿势 一般是握得越宽越难 再切换容易的引体姿势 一般是握得越窄越容易 何必分配体力 再开头 用每组十次来做足 哪怕你能做十次以上 也不要从一开始就做到力竭 否则肌肉疲劳会让你根本无法持续下去 大概每做50到30次切换一种姿势 后期你维持一个特定姿势的总次数会下降 这很正常 刚开始每组十次 到了后期可降至每组二到三次 直到你完成200次总次数 完成之后 背部理应完全充血 非常疲劳 本次背部训练就结束了 最多再带一点攻二头肌训练 不要丧心病狂的再去做一堆划船和硬拉 造成背部组织劳损 或严重的恢复问题 进阶方案 不要尝试在周与周之间往身上添加负重 你做不到 而且负重引体会很快陷入瓶颈期 踏踏实实用自重来做 通过缩短完成200次引体的总时长来达成进阶 或者通过保持更均衡的做组数据来达成进阶 比如这次 开头每组十次 后期每组二到三次 下次训练则努力做到 开头每组十次 后期每组三到四次 或者通过在难的铁丝上 做更多次数来达成进阶 比如这次你用宽握句 做了35次总次数 下次你争取用宽握句 做40次再切换姿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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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